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麻麻论道 我是阿麻 那么今天录的时间比较晚 那么上传完呢 有可能是在明天的早晨 那我把它定时定一个明天上午好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的内容的时间点还是今天12月11号 所以我一切的说法或者时间都是以今天为准 那么也就是昨天的新闻 对吧 就是中国的这个魔法部 因为它的缩写是MOFA 那其实是个昵称 对吧 那么全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在举行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呢 有记者提问 8号美方制裁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事情呢 外交部表示要反制 对吧 那么具体的是哪些措施 华晨云女士呢 直接明确说明了 就是中方决定在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负有主要责任的那些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呢 国会人员呢 还有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 同时呢中方决定取消美方 此外交护照人员呢 临时访问香港澳门的那个免签待遇 其实这个制裁与反制啊 那么在中国人的这个逻辑哲学里面呢 通常都是讲的是什么 以不变应万变 又或者呢 说是一个后发而先制啊 那么这一套逻辑呢 怎么说不是万能的 因为呢 它可能会受到一些短暂的 会受到时下客观事实 或者国际舆论的影响 对吧 等不到你去这样做 必须要立刻马上做出决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建国后的三次 物为言之不欲言 对吧 都是因为当时形势紧急并且恶劣 由不得你去 慢慢的去等对方做出来 你再回馈 但是呢 当时我们都说的是兵凶战威 对吧 中国也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就是输不起伤不起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吧 那么在 尤其是在外交层面 而并非那种什么经济和军事上面啊 在这一方面呢 美国即使是那种撕破脸 即使是张牙舞爪 他人就会保持那么一点点理性的外衣 那么当大家都讲规矩 并且呢 中国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 能够承受一定的损失的时候呢 这种以不变应万变 后发而先制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比如说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的中国外交部呢 提出严正抗议对吧 然后交涉 那么是因为国力限制啊 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 还很口号 但是随着现在中国国力的崛起呢 外交人员一个又一个的开始 对方的不识指责呢 做出了反驳 解释 甚至于调侃和戏谑 那么放到这一次呢 对于官员的制裁和反击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就是他提到的这个美方对中国官员的制裁 以及前几次的制裁 这里呢 我觉得分几块讲 我们可以先说比较高层的 也就是近期的这一次 就是制裁的中国十四位 那么有些报纸将其称为副国级领导人 对吧 不管怎么样啊 说的都没什么问题 那么他这个行为呢 很多人都把它简单的定性 老美又在反共 但是你们错了 为什么 就是说他明摆着就是反中 反对中国的一切 就只要是中国的 大家上边的都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十四人名单当中 第一位啊 这个蔡达峰啊 他祖籍宁波的上海人 对吧 那么他所属政党 不是中国共产党 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熟悉的丁仲李院士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我在之前上过一个短片 是配合一期视频说的 那么主要就是他和柴晋腾的对话 当时呢 我还把标题写错了 虽然里面的描述没错 对吧 有一位网友 李永远提醒到了我 那么我赶回来了 我也要感谢他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份啊 对不起 他也不是中国共产党 对吧 人家是名盟的啊 但是呢 同时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这些人 那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啊 他们本来事情就很多 他们并不像某些人想的 那么对美国那么的期待 对吧 美国样样好啊 那么站的高材看的远 他们什么情况都知道 并且呢 他们现在是在任的 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时间 有闲暇时间 专门去美国玩啊 去美国怎么样 除非是应美国的邀请 同样呢 我们也必须明确的 就是像这种 我们称其为头部官员 对吧 那么真的要贪污腐败啊 真的是贪污腐败搞来的钱 他们也看不上 因此呢 他们也没有向美国转移资产的必要 这里呢 就体现了一个什么 美国人对于政客的想法 和中国人对于政客的想法的一个完全的不同啊 这也体现出了他们对中国这样一个政体 这样一个体制的无知 或者说呢 是长期深受那些逃到美国的那些公知的影响而走偏了 那么这些公知们呢 在这里呢 我要着重的感谢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对华宝具 对吧 余茂春先生 我之前就说过了 其实呢 各国都存在官僚体制 那美国有 中国也有 对吧 不同的是什么呢 中国是把官僚体制摘出来 纳入了一个体制的本身 对吧 那么而美国呢 它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它的官僚是为资本服务的 中国的官僚呢 那我们要承认 不可能是全部对吧 但是大部分都是为了统治阶层服务的 那么这个统治阶层呢 目前是代表着人民利益进行执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还有包括他一些民主党派 他本身不是资本的化身 这就是区别 因此呢 美国制裁中国大部分官员 其实对没有什么影响 无非就是没什么机会去那边玩 对吧 但是中国制裁美国呢 就会导致有很多的官员 那些人 他们明面上的经济力会受损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老美最近一直在折腾这个 拜登儿子和中国做生意这件事情 反复的要说调查他 对不对 其实就已经很明确了 其次呢 就是前两天我们这个 董王啊 他很激动的转了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迪东升教授 在节目中明确提到呢 他们与华尔街的某些高层 有着比较正常的商务往来 这些商务自由嘛 你激动什么呢 但是问题就是美国的华尔街 它是能够影响政府做出决策的 所以说他们觉得 中国在干涉美国的内政 中国在干涉美国的大选 美国有人通共 那么在中国呢 想这么做的有吗 有当然有对吧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被约谈的马云 对吧 还有那个被按下来的这个王健林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事情 大致我们已经明白了 就是说两方受损的这样一个程度 是不对等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前面一点点 往时间轴往前推 今年所谓这个 已经被大量政局政委的 这个新疆集中营啊 这个子虚无有的 很有意思的这个制裁的主题 那么美国以这个人权为由 对吧 对新疆的一些官员 进行了所谓的制裁 然后呢 就是对香港官员的制裁啊 那么为什么我一说新疆就想笑 对吧 那么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头部官员我们已经不说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属于是中层 对不对 或者中高层 我们先不谈香港 大陆的官员本身出入境 他们都是受到管控的 你不可能 你还以为是什么 那种九几年那种腐败横行的日子 对不对 那么就算是当年也有一批人 是保守本心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谈 当然有是有 我们不否认 对吧 那么既然你是制裁现在的 我们就看现在啊 就是说对于所谓的中国政府 对于那种所谓的裸官啊 所谓潜逃国外的一些官员啊 其实已经有了严密的应对措施啊 打个比方 如果说你是真的活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那么你往周围打听一下都知道 就是说 公务边 包括事业边的 很多人员他们的护照 或者港澳通行证啊 都是放在那个市里面 或者区里面的一些机关统一存放的 比如说老师放在教育局对吧 这个就很正常 那你如果要出国旅游 或者出境旅游 你就必须要跑过去跟领导说一下 给你开个条子 你再拿这个条子呢 去统一存放管理的机关那边 把你的护照或者通行证临走 再去办签证 所以呢 现在就不存在偷偷溜出去 逃出去的可能性了 所以呢 当时 你一制裁新疆对吧 那么人家那个新疆党委书记 陈玄国马上跳出来说 这个哎呀 我没有兴趣去美国呀 我在美国也没有资产呀 另外一位呢 新疆公安厅长这个王明山 人家明确的表示 你这么搞 哎呀 我很荣幸很光荣 对吧 所以这么说啊 那么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你制裁这种中层官员 那么第一点 老老实实待在中国大陆做事的 那么你制裁他们 你只是一个做一个样子 他本来就没有资产 也不会来你这里 那么做个样子呢 场面是挺漂亮的 不了解中国的人 有可能很害怕 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第二点呢 就是真的是在美国有资产的 真的是在做着一些反复转移资产 那么搞腐败的那些官员 其实 我们想一下 你制裁他们 这些官员 他们是亲共的 还是亲美的 对不对 你美国如果真的能以铁腕 对其进行制裁 那不管你美国是一种什么态度啊 你真的说出来 对吧 你制裁了有两个在美国有资产的中共官员 对吧 至少中国的14亿老百姓 坚决拥护啊 每一个都向你竖大拇指啊 举起双手 说你做的好 看到这里呢 我就不禁陷入了沉思 难道这个川建国 真的是我党的同志吗 对吧 那么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留在中国好好做事的 尤其是被美国点名的 明显就是做出了一些 让美国人不高兴的事情 有损他们利益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 什么事情美国人会高兴 美国的利益会得到一个增加 或者得到维护啊 那就是中国后退了 中国衰落了 中国不行了 中国动乱了 那么我们相反的想一下 美国人会不高兴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就是中国 另外四种发展态度 我们上面提到 你找四个反义词 直接就行了嘛 进步了 对吧 发展了 对吧 又行了 对吧 稳定了 那他们就不高兴了 所以可以这么说 美国那些 美国制裁的那些官员 对我们是有利的 然后呢 没有制裁的官员 很有可能是还没有 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啊 但是他们制裁的那些官员 明显就影响到了美国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著名的NGO啊 这个就聪明昭著的 对吧 美国的这个国家民主基金会 他首先一点 他是政府出资建立的 其次呢 我们看一下他官网公开的数据呢 没公开的我们也不能瞎猜 对吧 那么在2019年呢 他就向中国的新疆地区注入了 一百多万的美元的活动资金啊 这只是新疆 同时呢 还有香港 还有西藏 都有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 加起来呢 大概有个苏百万 大家可以去他网站上去查 这是明面上的 只是这一家 那么在中国活跃的有多少家NGO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 随着新疆相关的管控和对外 境外势力的一个侵察 他们肯定会受到影响和波及 那么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你对新疆的管理 触犯到了美国的利益了 接下来呢 就是8月份啊 对香港11名官员的一个制裁 当时我们也知道 对于香港官员的制裁 那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我要单独宅这一个呢 因为这一次制裁呢 主要就是面向香港的一个 主要的高层 对吧 其次呢 很有代表性啊 和制裁新疆的那些官员 一样收不到太多的效果 对吧 中联办的主任 对吧 这个罗惠宁啊 就做出了一个 和新疆成全国书记一样的恢复啊 这个 你们不就是要钱吗 对吧 那行啊 但是我在你们美国没有钱 要不 我给你们寄100美元 对吧 给你点面子 让你冻结好不好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明着跳脸了 当然了 我们要承认香港是一个 国际化的金融港 对不对 那么这些官员 肯定会有一些资产 和美国呢 产生一些关系 那么我之前就说过了 你尽管制裁我 举双手双脚赞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制裁的前三天 在制裁名单上的 这个香港警务处长 对吧 邓炳长 这就直接把自己的房屋贷款 从汇丰转到了中营香港 这是好事情啊 你再多制裁一点 对吧 中国中资的银行 更多的介入 或者参与香港的金融管理层 和那些官僚产生关系 你越是这么做 越是有利于中国政府 对于香港金融的管控程度 然后呢 后面呢 11月的10号 美国其实又制裁了 四个香港官员 不过政府这次的回击呢 我觉得是已经捎代价的 都算上了 因为他明确的说是 制裁美国涉港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就说了 打蛇都要打七寸 那么我们刚刚聊过 美国为何要制裁这些官员 因为他们影响了美国 在这些地区的利益 那么这个利益呢 我说过了 不一定是有形的 对吧 但是呢 肯定是他们的利益 就是要阻碍中国发展的 所以说呢 中国呢 也是先等等 对吧 谋定而后动 先看你们制裁哪些东西 你们一出呢 我们就知道 你们关注的重点是哪里 我们在根据你关注的重点呢 事实的进以反制 那么这两波反制裁 这两波反制裁的一个 就是禁止出入境啊 就是基于这一个思路出来的 第一波呢 就是八月份 对吧 在我刚提到的两波 新疆香港问题的那些官员的制裁之后呢 就反制了一下什么呢 美国的11名议员啊 和一些NGO的头子啊 这就是后发先制 我先看你关注哪里 我在反手对其进行回击 在这里呢 我就引用一份这个德国之声的报道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标题是什么 象征且无效 那么怎么 什么意思啊 我用人话说呢 就是哎呀 你这拳打得我一点都不疼 那么我们想一下 打架的时候 你一拳打上去啊 如果真的不疼 对方是不会说出来的 人家直接拍拍身上的灰 对吧 回首就干你了 不会说你一拳打下去 人家说哎呀哎呀 我不疼我不疼 这个不叫不疼 这个就真的打得很疼了 就比如说 我这次提到这个 民主基金会对吧 他们总裁啊 在八月份的制裁名单里赫然在列 还有呢 就是一些 比如说美国那种极端民粹反共的官员 对吧 那么也是给出了一个官方的态度 那么这个名单当中 还有香港好几家NGO的那些高官 所以说呢 是一举两得一十二鸟啊 那么实质性的影响到了那些NGO组织 在中国的一些行为和资金的流向 然后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次 华春云出面的一个反制 名单还没有具体出来 对吧 重点呢 不是反制这件事情 而是反制的那些范围 他点明了有什么 除了官员 还有什么 非政府人员 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 就是说 不仅你 不能够那么简单的进来了 包括跟你沾情带故的 也不行 你想通过别人的手呢 难度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直接取消了他们港澳的免签待遇 就是有可能增加一个审查的环节 那么你进来更加是要被中国政府所重视 可以说香港收网到现在 对吧 我们前两天都知道 就是什么黄志峰啊 周庭啊 都好像是出审判了 对吧 他们还要伤诉啊 但不管怎么样 香港收网到现在 他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关门打狗的阶段了 因此呢 香港的开门已到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啊 不可能再那么简单的放你进来乱搞了 后续有嘛 当然有啊 但是 有点耐人寻味也有点 我不太好说出口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昨天12月10号对吧 大家都知道世界人权日 那么 这一个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美国关起门来呢 他们那个国务院啊 自己还搞了一个直播 对吧 那么在这一天呢 他们的国务院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17个人吧 好像以人权之命进行了制裁 那么相关制裁的名单呢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一则国务院的公开报道当中呢 他举了一些例子 那么有中国啊 有中国 在哪里啊 我们往下看 那我这里都放出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原文在这里 那么大致翻译一下是什么 这个叫黄元雄警长 是厦门公安局无寸警察局 听着名头很大 但是真的啊 你们要以中国人接地气的实际的翻译是什么 无寸派出所 民警 黄元雄 知道吧 那么他就是说 并不是一个什么头头脑脑的人 他就是一个民警 或者说呢 你往北 北方画的时候就骗警 知道吧 他跟警长没有什么太大关小 你当然你可以给他封一个 对吧 不过呢 他做的 的确做了一些实事啊 但是就是 那个 品级不高 他先后呢 荣获了什么 个人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呢 还有一些称号 比如说综合警务 改革创新 先进个人啊 抗政救灾 先进个人 五一劳动奖章 十家民警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你前两天是制裁什么 十四位所谓的副国级 中共高官 今天就开始 制裁那个 制裁那个吴村的 这个天上一脚 地下一脚 有点让我们难以适应啊 不过呢 这也反映出了一点 就是说 美国制裁的名单呢 排快打完了 知道吧 骑手甩大牌 后面就难以为继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制裁了 十四位这个 高官 人大副委员长之后呢 人大常委 副委员长之后呢 抬出来 是为基层民警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无论是多高的官 还是多低的官 你制裁了半天 他们个人的利益 或者名誉 有没有受损呢 并没有 人家本来就是 在坐在那个位子上 每天要处理当地事务的 也没有兴趣 跑你美国来 对吧 那么中国政府的反制 是否影响到那些 人的在华利益呢 那当然明确是有的 对吧 这个NGO越来越头疼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香港那帮 所谓的时代革命的 那些民运组织 天天说 哎呀 这个欠薪 那个卷钱跑了 那不就是没钱的象征吗 那么这一来一回 此消彼长 我实在是不想用 某些带有贬义的词汇 来形容这些行为 但是我这要举个例子 你们大概知道 我的态度就是 比如说短视的 愚蠢的 意识形态作祟的 这样一个制裁中国官员 我不想用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呢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说 对吧 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无论你说他怎么衰落 他还是一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和中国比 他还是比中国强的 他还是有着水平的 那么在这方面 把他们贬得太狠的 也似乎显得就是 我们有点太过于骄傲了 和对他们太过于轻视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既然不能贬得太厉害 对吧 那么我想赞许的 对美国的政府说 如果你还想再制裁中国的官员 那么请继续 对吧 干得漂亮 甚至呢 请加大力度 好吧 今天的忙忙论刀呢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